范范据说还是包租婆 它的外号叫做范六栋 然后它在民生社区有六间房子 应该很了解 民生社区现在单品要多少 起码150 180 200 一定是上百万的 200 好 那在那个社区呢 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社区跟建案 范范本身就拥有六栋 所以叫范六栋 不过今天因为圆圆的事件爆发之后呢 大家回过去看 因为过去有一栋 这个在民生社区的房子 他们已经卖掉了 大概五六千万 但是各位五六千万 对黑范夫妻来说 应该不算是很大的负担 因为光是黑人 在浙江卫视 他有一档节目是真人秀 你光那个一档节目 一集是多少钱 一百万人民币 台币大概接近五百万 一记下来 黑人卷走七千五百万的收入 到底继大雅之后 现在又有第二位受害者 郭媛媛出来爆料 好 黑人是不是惯犯呢 我们来听Makia的说法 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接吻 就是在我们从... 在不在 在啊 谁 那还好... 不在的也有好多好 还有 还有 马上有 而且不只是我一个 你还亲佩慈啦 还有 我亲耶 陈建州 你这个狼心狗肺 谁还骗人啊 谁骗人啊 谁骗人啦 这什么啊 真的 怪物人都不喝酒 原来是这个原因啊 怎么可能没有 这些他们... 有谁 有吗 有谁有谁 有啊 有啊 爆料...快 亂爆料的话 一爆料就不要下去了 爆啊 真的啦 加油 有没有吗 加油 要不要炸牙吧 等一下... 对啊 那是你吧 有先過 一定有 我一直讲到有怎么样吗 你那一片Makia 一定是炸牙 我学习 为什么要一直讲啊 我哪有经过佩慈啊 有 我们喝醉的时候会啊 她就是喝醉的时候 她要比较放得开啊 然后你就撐住了 好大啊 你认识过来 你认识过来 陈建中 我看过下流的 没看过你这么下流的 好 真的是惯犯吗 那么刚刚其实是我们也谈到 她说过于人非常的惊恐 不只是过于人很惊恐 据说明子也很惊恐 明子也为什么很惊恐 等我再来告诉你 不过我们先来讲 想不到竟然带到自己家里 而且据说啦 黑人自己跟受害者说 帆帆姐都不这么做 都不跟我做这件事 所以他们希望跟她做这件事 他们两个夫妻到底感情怎么样 有人说他们两个是假面夫妻 外界有这些传言 me too风潮烧到现在 这是第一宗 当受害者出来指控的时候 被指称是加害者 因为无罪推定 这个夫妻竟然联手去控告 指控他们的人 这蛮特别 然后为什么台湾社会会反弹的 那么厉害 没有错 因为也有不少人认为 黑犯夫妻是假面夫妻 因为每个人的评断不一样 影音圈有一句话叫 有一种爱情叫黑犯 而且范范有一首歌叫黑白配 是他们两个人的定情曲 过去黑人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她说了一句经典名言 她说拜托 那种小三背叛 或者是这种劈腿 这都是很没有营养的东西 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我要告诉全世界的年轻人 我跟范范要示范的是 真正的爱情 所以她三护十 就说她有多疼泛泛 但是他们是真的这么恩爱吗 在六年前 黑人的好朋友沈玉玲 在终于节目上就讲了 玉玲哥常常会语出惊人 但讲的也都是实话 玉玲哥说什么 玉玲哥说黑人 从来不会去批评她老婆 也不会说她老婆的不是 为什么 台面上台面下都不会 玉玲哥说她靠这个赚钱 她就是靠这个营造形象 所以怎么能说老婆不好呢 那各位你们如果觉得玉玲哥说的 也许是开玩笑 那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人说的 蔡康永跟小S 过去在主持康熙来了的时候 他们没有特别点名是谁 但是蔡康永说了一句话 有一对夫妻 我真的没有办法把他们当作夫妻 然后小S马上就接话说 对啊 我觉得他们很像在演戏 是营造一种恩爱的氛围 各位讲的是谁 不是讲黑犯 是讲的是谁 那为什么要说这对夫妻 这种恩爱的形象 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帮助 有啊 各位知道吗 黑犯是2011年结的婚 2012年就爆发了 大牙刚说的那件事情 然后范范怀孕的时候 是2014到2015 但是各位 刚刚我们说的郭媛媛 事发就是2014到2015 所以有很多是重叠的 不论真假法院会去判定 但是光是这对夫妻 营造出来的高形象 2012年我们帮范范 算过她的收入 娟姐 50场商演 40场一些个人的演出 然后她有三支广告 有演唱会 这些零零总总 加起来是一亿新台币 而且范范据说还是包租婆 她的外号叫做范六栋 然后她在民生社区有六间房子 应该很了解 民生社区现在单品要多 起码150、180 200 一定是上百万的 200 好 那在那个社区 有一个很有名的社区跟建案 范范本身就拥有六栋 所以叫范六栋 不过今天因为 圆圆的事件爆发之后 大家回过去看 因为过去有一栋 在民生社区的房子 他们已经卖掉了 大概五六千万 但是各位五六千万 对黑范夫妻来说 应该不算是很大的负担 因为光是黑人 在浙江卫视 他有一档节目是真人秀 你光那个一档节目 一集是多少钱 一百万人民币 台币大概接近五百万 一记下来 黑人卷走七千五百万的收入 好 那黑范夫妻真的很会抢钱 但这个事件爆发了之后 提告会不会是保收入呢 那么回来看 其实刚谈到他们到底 是不是有可能是假面夫妻 其实他们刚结婚一年后 好像就被拍到了 没有错 黑人就曾经被拍到 在一个夜店 2011年的时候 他们结婚 对不对 2012年的时候 那时候黑人因为一个慈善活动 到了香港 来 黑人三不五十都很喜欢 在他的脸书 在他的社群网站上 去炫耀一下 他有多疼爱他的妻子 我们看一下这张照片 真的好棒 来 两个穿了情侣装 就是这对夫妻 你看黑人跟范范在干嘛呢 他还说他们要一起运动 夫妻一起运动有多恩爱 这张照片是他们 黑范夫妻的日常 但是这张照片才PO 就PO上去三个小时 马上香港媒体PO了 另外一张照片 现在是怎样 三小时就翻车了吗 来 来 为什么 你在香港的夜店 那时候因为2012年 黑人到香港去一个慈善活动 但是晚上他就到夜店去 放松一下 伤及了也是很正常 这是黑人的日常 但是有一个长发辣妹 穿着小背心 蹦蹦蹦就蹦到了黑人身边 然后你觉得他们在干嘛呢 好 根据香港媒体的拍摄的影片 看起来两个人互动非常的亲密 而且这个女生先亲了黑人 黑人又回亲了这个女生 然后两个人的脸就没有离开 彼此了 前面一张不是说饭饭才是她的全世界吗 有一种爱情叫黑饭吗 为什么两个小时之后 就变成在夜店 跟这个辣妹耳病撕磨呢 不过黑人有强调说 我们只是在讲话 好 我回来讲 刚谈到有人说当时她非常惊恐 那其实盛媒你也曾经po了脸书说 你也很惊恐 你为什么也很惊恐呢 大家知道吗 其实黑人非常在乎的是她在中国的市场 第一包括饭饭 其实在中国很多的歌迷 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 因为黑人在当地也有非常非常多的演出 所以过去曾经 当时是中国的媒体来访问我们就说 为什么有人形容她是装熟魔人 为什么说装熟魔人 当时林书豪很红的时候 黑人都会跟上时时 就po出一张她跟林书豪的照片 然后有时候也会po出王力宏的照片 总之有什么新闻事件 她都跟对方很熟 于是也有人说 黑人你就是装熟魔人 于是媒体在访问我的时候 我就说 根据我的观察 我认为黑人可以在这边 有这么多节目的主持 他有70%都来自于 他的人脉非常丰厚 我这样说很持平吧 但是在中国就炸锅了 你装熟 原来你就是这样的形象之类的 马上他的经纪公司就大跳脚 然后不断不断跟我沟通 他说你这样说不公平 黑人不是这样子 这当中就一直暗示说 泛泛很生气 我们要告你告你 就不断地让我觉得好恐怖 后来他有没有告呢 没有告 而且各位我做错什么呢 有一些人认为他是装熟魔人 这是每一个人自我的 这个感觉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黑人跟泛泛 只要遇到有一些负面的评价的时候 都会让对方感受到压力 我感到什么 关注 我感到这些负面的评价 我感到那个负面的评价 我感到有一些负面的评价 我感到这些负面的评价 我感到没有 还能有什么负面的评价